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BioList 我不是说已经列出来 而是说我需要一个一个去把那个编号查到 然后帮我把后面的资料带出来 OK常常会遇到 比如说这一笔订单 比如查到某一笔订单 然后请你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订单的后面的资料 全部都帮我带过来 可是我问你要怎么把它带过来 OK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刚刚已经 那怎么样把这个资料给带过来 当然第一个 一样怎么样 我们一样还是要先带一个东西过来 不过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刚刚好 当我下拉的时候 它就跳出来 我总不可能说我下一个 然后我又再把它拉一下 再复制一下公式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如果当我这边有一个资料过来 它就应该自动跳出来就好 那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用函数 一种方法比较彻底 用VBA 对 OK那难易度的话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去评断 不过用函数有个缺点 就是你背后要做很多隐藏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 我们该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产生下拉 所以你们待会把这个VULED复制一个 第二个的话 把这些资料全部删掉 所以你可以留下那个栏文名称就好 Ctrl Shift向右向下 Delete 接下来我要产生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怎么做 当然当我点了其中一个 这边应该有个箭头 所以下拉清单来源在哪里 来源就是这一个 Booking ID 所以我可以把从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全部 因为我希望A栏全部都有下拉清单 那到哪里呢 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它改成什么 还记得吧 清单 来源从哪边 F3 从什么 Booking ID 所以这边Booking ID 好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每一个地方 点下去 就会有什么 我的Booking ID 那我可以借由Booking ID里面 用选的 那这个好处就是一定不会打错 OK 然后呢 我可以用找的 看然后找哪一个 找到 第一步就完成了 OK 那第二步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输入公式之后 自动带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trl C 第一个就可以了 一列 把它Ctrl V 贴上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有 它才冒出来 如果它没有的话 那它应该要不见 有没有 可是它现在变 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做法 最简单的方法 一 请你把这个公式剪下 给它一幅 所以逻辑里面的一幅 逻辑里面的一幅 逻辑里面的一幅 所以呢 我就把刚刚公式贴上去 这样就OK了 打勾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有了 按吉利资料 这个就没有 不会影响 如果再选一个 它又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后面怎么做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会发现 如果你再做一遍 怎么办 很麻烦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加这个 它的前面都一样 再加个后刮红 所以 比较快的做法 一 请你把Vila前面这一串 复制一下 取消 二 把它贴到 等号这边盖过去就好 后面加一个后刮红 像有时候比较快的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这个等号有没有 贴一下 因为它都一样 只是差别 就是说 那个公式要怎么加上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的话 太浪费时间 不如你就把等号前面 把它贴刚刚已经做好一个 那后面的话 就照着做就OK了 就后面记得再加一个后刮红 这个后刮红是if的后刮红 打个勾 OK 然后再来 向下填满 那问题来了 应该填满多少 我先填满到第十列 OK 你会发现第十列 有的话 这边出现 如果这边没有 它就不出现 但是它会有个缺点 比如说你到 我刚刚到第十列 好 第十列 再下去呢 没有了 那你在想说怎么办 没关系 再几列 再增加 再到第二十列好了 那你想说 老师 那你不如就是直接拉到底就好了吗 是没有错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因为 如果你把它全部后面都加 它背后都会增加这些东西 在哪里呢 在每一个出身